剛才提到男女的價值觀 在網站上訪問了一些人 對婚禮的男女意見有什麼不同 男生覺得婚禮是程序 不用太多細節 女生覺得一生人一次 每一樣東西都要難忘和圓滿 男生覺得不用租太多衣服 不要換多衣服 因為沒有人會留意 女生覺得換衣服是重要環節 新娘的衣著是全晚的焦點 當然啦 在這一節我們會覺得 當一個女人說 我是全晚的焦點 我換什麼衣服 我們心裡就說 你也有空理你嗎 我當有100個人來喝 可能只有兩個人看你 真的有沒有人看? 有 一個幫她化妝 一個幫她弄髮 衣服多漂亮 看慣慣了 又會有多漂亮 我做過一次私宜 新娘換四次 一萬 四次衣服 其實已經比平均跨一點點了 正常中央選 四次一晚 她老母換五次 哈哈哈哈 我開始以為 不是罵她 她老母換五次 她老母換五次 真的是她老母 為什麼更緊張? 不是呀 她媽媽覺得她 我不知道啦 你說如果是奶奶換五次呢 那就真的擺明 你們兩個要捏過 她媽媽換五次呢 我就覺得現在有很多出現 我做太多這些私宜了 其實父母就主導了那個婚禮 來喝的人呢 可能有 她媽媽的朋友 家長式 白台是那些 小叔伯 做生意夥伴 我試過一次 男家的爸爸上來說 九個字 九個字裡面 只有四十五分鐘 我站在那裡流汗 有三句 是關對新人事的 說什麼? 就是多謝 哪個 哪個 西叔伯 從小就看到我兒子大了 這樣說九個字? 然後開始 帶入自己的生路歷程 發分過程 就是為什麼游水 在大陸下來的 我又說一次 他爸爸說九個字 劉夢熊那些 真的 那他媽媽說多少個字? 他媽媽都上來說了四五個字 是真的 是真的 他爸爸媽媽兩人說了半場王子話 是Risk Counting 他爸爸媽媽說什麼 他爸爸媽媽加上不是說半場王子話 有啊 肯定有 起碼半集上過上線 還沒計算過 但是大家是不是繼續吃東西 還是停了 停 終於停了嗎 還沒起 還沒出豬 因為 因為那個speech是放了在 是放了在切餅之後 那你就阻礙著阿叔吃東西 即是還沒上燒豬嗎? 還沒啊 即是還沒開始吃東西 即是要我吃東西 你就說了我告訴你 就是了 但是你阻礙著我吃東西 然後就不斷被人家吹 你有言論自由 我亦有吃東西的自由 然後他又罵人 因為人家的場景這麼多 那些菜式就上快一點 他又說人家吹他 較為重要 即是吃東西不能太隨便 女生覺得 酒菜不過不失就行了 因為那不是主菜 我才是主菜 大家的論點不同 即是焦點不同 我就 這個你怎麼看 但是他主菜就是給一個人吃 當晚的菜是給千千萬萬的來賓吃 怎麼能夠比較的 我反而這樣看 我們沒分吃 我們沒分吃過新娘 大哥 我們吃那隻豬 只是新郎哥吃你的豬 我們就吃那隻燒豬 不過我也很少吃 還有誰是豬吃的 現在 所以很不知醜 中心口掛 一大隻金豬抽著九隻小豬 其實燒豬就是因為他是主女 意思是這樣 即是那個豬 那樣是有意思 豬是很生養的 以前的人陀豬 下面有四隻五隻六隻八隻金豬仔 大金豬盯著七八隻金豬 叫他生多一些豬 這個我明白 但是阿快必說的就是對的 因為我問過 豬台回門那些東西 意味就是 三招回門 原壁來的 不不不 他曾經也是 但是誰吃了那個 那每個曾經都是原壁 誰生出來不是 他曾經是 不過不是這個男人吃的 就是了 這是懷念式的儀式 最笨 不是我吃還要我噎 還要我扮他 還要我扮他 豬拿回你那裏 因為你不是吃他的豬 現在給一隻豬 放在那裏任你吃 這樣 但是很封建的 又沒有說過那個男人 是原 沒有理由專程做一隻新的蕉 原超 原超歸照 因為男生都未必是第一次 現在哪裏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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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裏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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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的 現在沒有的 沒有的 可能會有的 會不會有的 假的有的 如果有一天女朋友你認識完之後 她說我們要結婚後才搞 你還不跟她繼續 咚咚咚咚咚地毯呢 我們今晚結 如果她很吸引我 打電話給高浩正 那些 今晚和你結 不行 高浩正飛機不可以打 飛機不可以打 是啊 她說得不明白飛機不可以打 你沒聽嗎 難怪癡癡癡癡 聚來的 打飛機也不行 不行 不行 神是看到你打飛機的 神是看到你打飛機的 那他去廁所能不能碰自己 可能要找個宵夜吃的騎 聚來的不要碰 不要碰 火器夾熱毛巾的那些 手不要碰 其實是真的 剛才你說 難怪她情緒有些不弱 我真的覺得自族是完全是 控制男士情緒很好的宣示方法 所以坐牢的人 不能解決性需要 這個也是很不引導的 不給打飛機 他沒有私人空間 他對著SIR打飛機 當你現在困住 我下個禮拜和他做風波 黃浩銘有沒有打過飛機 肯定有 對著赤柱角 那個大咪打過飛機 你想想他困住一個倉庫 那個男人 他理你嗎 這麼簡單 我想他去到跟小便一樣 這麼正常的一件事 那邊廣播界的節目 早上三點幾個打飛機 我都呆了 我都呆了 我等一下大咪 看看大咪有沒有影響 看看大咪有沒有影響 我發現大咪現在身處何方 大咪是不是還在乎 計算他那個時間 在睡覺 應該是睡覺 應該是睡覺 所以第一件事是誤會 其實純粹是誤會的 客人打飛機會影響飛機的 還有乘客的不舒服 那些窗戶突然會脫脫你 整個人半個人飛出來 說你的空間安全 大家不要誤會 哈哈哈哈